而继SMRT84机非法罢工事件之后 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发出了处理员工申诉咨询 建议雇主如何妥善地处理员工的不满 是的 大约有两万名的雇主收到了这份咨询 他们所聘雇的员工将近两百万人 全国雇主联合会表示 我国的工业和谐因为最近的一次非法罢工而破灭 联合会非常关注因为这起事件而浮上台面的议题 所以决定发出咨询 呼吁雇主如何处理员工的不满 李庆言也表示 雇主在制定各项工作程序时 应该确保员工能够清楚了解 并提供妥当的沟通管道 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表示 有信心联合会的这项举措将能够加强劳资关系 联合会也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密切留意雇主对于这项咨询的反应 人力部政务部长许联选博士指出 民情联系组针对中国级84级非法罢工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 国人十分关注事件会破坏我国的工业和谐 以及冲击投资者的信心 许联选博士上午在一个社区活动上发表了看法 也是民情联系组主席的许联选表示 这次事件应该唤醒所有的公司 不要把工业和谐视为理所当然的 并强调必须有正确的管道 让员工表达不满 民情联系组的调查发现 近八成国人同意 如果巴士司机触犯新加坡法律就应该受罚 大约同样比重的国人也认为 即便巴士司机的做法不对 雇主SMRT也必须负起责任